我也在新聞上面 看到了很驚人一看的消息 我會為韓國臨近國家的人民 祈祷應援 昨天在說的舉辦記者會 特別與台灣觀眾進行連接互動 或是主動關心台灣3號發生的強症 主持續韓孝忠對台灣粉絲隔空暖心喊話應援 也表示相當開心能以線上的方式與粉絲互動 並希望有機會能來台語粉絲見面 這配物種故事設定在2025年的未來世界 韓孝忠在劇中飾演人工裴直漏生計公司的執行長 而朱之勛則是他的私人保鏢 將因為人造肉引發一場致命戰爭 支配物種即將在10號上線